等了那麼久,我終於有得玩Desk Mini X300 今次介紹的Desk Mini X300是A300升級版 它們的分別是X300可以原生支援到Ryzen 4000系列的APU 雖然之前社速都跟大家介紹過 A300其實都可以通過升級Beta BIOS做到相同的效果 但它們的分別是X300 BIOS會提供更多的超頻選項 當中包括CPU及IGPU的時密調整 及各式的電壓微調 而這些選項暫時都在A300的Beta BIOS上找不到 不過跟大家看測試前都要循例先看看X300 看積上Desk Mini X300同樣是1.92公升 前方會用Desk Mini H470的新面板設計 Io panel的佈局、內隱甚至主機板 基本上跟A300是完全相同 所以之前Roundup介紹過的散熱器 在X300也是適用的 測試方面大家最想看的X300超頻之後 會帶來多少效能的增長 不過在超頻之前 不如我們先看看A300和X300 同一行Ryzen 5 Pro 4650G 效能上究竟會不會有分別呢 從SIMBench R20的測試結果可以看到 相同環境下X300會比A300高分少少 而3DMark的結果反映GPU的效能差異更小 基本上只是幾分的上落 所以結論是A300和X300在相同環境下 效能上沒有大分別 至於超頻就會用Ryzen 5 Pro 4650G 它原本是All Core負載時 最高的時脈是去到4.2GHz 通過BIOS針對CPU超頻的選項 我們就嘗試將時脈調整至最高4.4GHz 雖然說的超頻幅度只有200MHz 但都已經需要加少少CPU電壓 超頻後行4.4GHz的4650G 在SIMBench R20測試錄得3790分 效能增長也有近5% 而iGPU超頻 BIOS有兩部份可以設定 第一部份是X300先有的GPU時脈和電壓的選項 第二部份是記憶體和IF的頻率 這裡我就嘗試將iGPU Core時脈 由1.9GHz調高至2.3GHz 而記憶體和IF就維持在DDR4 3200和16MHz 3DMark結果顯示超頻後的成績 Fire Strike有4085分 而Time Spy有1565分 兩項分數分別有7%和9%的增長 感覺上差異會比超CPU明顯一點 跑分數據就看完了 但超頻後在實際應用上其實會差多少呢 所以我們會走一次GTA5的遊戲測試 看看超頻後 看看遊戲表現會差多少 而結果就只是快了2FPS左右 因為iGPU的效率 對記憶體和IF頻率的比重 其實比GPU Core時脈較高 這點就可以看回提高至DDR4 3600和18MHz後的成績 以3DMark Fast Strike為例 DDR4 3200時是3795分 超級GPU Core後是4085分 如果記憶體走回DDR4 3600 成績就會去到4020分 如果再超級GPU Core 就可以去到4368分 就這樣看GPU時脈和記憶體的比重都好像是5050 但換轉在遊戲環境 就會看到由DDR4 3200跳到DDR4 3600 GTA5的成績就會由81FPS跳升到89FPS 相反DDR4 3200加GPU超頻的組合 就只有83FPS 而DDR4 3200加GPU超頻 就只是再高到4FPS 由此可見 記憶體和IF頻率 對iGPU在打機的表現 有較高的增長 超頻率效能提升 大家都固然開心 但這個世界很多東西都要等價交換 而超頻的代價 就是換來更高的發熱量 全部測試入面 Ryzen 5H4 650G 都會用完整Rough Steps彈熱器做測試 在AIDI64和Firmark的負載環境下 沒有超頻時 CPU和iGPU的溫度 是77度和66度 而CPU和iGPU超頻後 溫度就會急升至104度和86度 高溫甚至令測試期間造成不穩定的情況 由此可見 是X38超頻 除了WU要體質好之外 散熱器都幾乎肯定要升級 才應付到那麼高的發熱量 講了那麼久都是時候做個總結 DES MINI X38作為A38的升級版 特色是買回來就已經用到Ryzen 4000系列的APU 而且BIOS還提供CPU和iGPU的超頻選項 對高階用者來說算是多樣玩 不過超頻這件事從來都不包山仔 所以上來你的超頻幅度可能比我還要小 而且還要承受硬件損壞的風險 當然不牽涉加電壓的話 極其量都可能只是花畫面 Reboot 或者炒機等等 但如果你打算買回來什麼都不設定的話 其實A38都可能做到九成的效果 但前提你就要懂得升級Beta BIOS DES MINI X38就介紹完了 不過好東西當然留在最後才講 講的就是DES MINI的最新配件 可以將你平實的DES MINI轉眼間變成RGB 這條華慶專為DES MINI而推出的ARGB燈條 可以通過連接板上的USB供電和操控 單調可以磁石固定到機箱內部 完成後大家就可以慢慢欣賞有RGB的DES MINI